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快了 根本是2020年5月20号 根本祖国统一台湾没啊?快了 Today is May 20th, 2020 Hat China Unified Taiwan Today, very soon 今天是5月20号嘛 也就是蔡蔡子的第二任所谓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啊 在她讲话之前呢 她就请了一些演员啊 给她发来的祝福 有那些所谓的邦交国啊 有所谓邦交国的祝福 以及一些不是特别出名的这些官员 来给她发来视频的祝福 很多呢都是对着稿子来念的啊 都不是对着镜头的 我个人呢其实也已经预测到了 蔡蔡子啊 她其实没什么胆量在就职典礼里面呢 说出什么狠话的 可能也是说一些民主自由的一些屁话啊 说不出来什么实际性的一些话语的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在看直播的话 就当看个笑话就好了 不用太当真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她是怎么说的 这个Secretary Pompeo呢 她就说 Congratulations to Dr.蔡英文 O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econd term as Taiwan's president Taiwan's vibrant democracy is an inspiration to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With President Tsai at the help Our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flourish 也就是说啊 恭喜这个蔡英文博士 那这里谷歌翻译啊 不是翻译的太不标准了 她说蔡英文是博士的意思 不过蓬佩奥你知不知道 这个蔡英文的博士的文凭呢 其实是假的呢 她的博士论文呢 都是假的 好吧 好 她就恭喜啊 蔡英文博士呢 第二任的就职开始 台湾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民主 以及啊 这个民主的话 就是对于这个地区啊 对于这个世界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灵感 很大的一个鼓舞啊 在蔡总统的领导下呢 我们和台湾的伙伴关系呢 将会继续蓬勃发展 蓬佩奥的这条推特呢 其实就是继续给台湾喂狗粮啊 就说台湾啊 我们现在呢 还是主人和狗的关系啊 我现在发条推特呢 是稍微祝贺一下你啊 摇摇尾巴啊 向我表示感谢吧啊 然后呢 我在评论区发现一个啊 民事里的人啊 这个人呢 他是这么说的 台湾呢 其实是一个地区 它不是一个国家 which fall und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其实呢 你真的严格来说 他现在是在中华民国的 这个体制下面的 他就说 如果你真的要祝贺的话 你应该写 中华民国的这个总统 而不是台湾的总统 因为呢 其实没有任何台湾总统的 这种表达说法的 这位网友的留言呢 其实还是比较客观中立的 孙政商先生呢 如果知道还有人 在记住的啊 中华民国的话 他可能权下有之吧 不过呢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呢 已经一遍遍的 被这个民进党给强奸了 如果孙政商先生呢 知道有民进党 这个东西存在 以及民进党是一遍遍的强奸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以及强奸 中华民国 这部宪法的话 他如果还活着 肯定会被这些人活活给气死的 那么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蔡英文是怎么回应 蓬佩奥的这条推特的 Thank you Secretary Pompeo for your well wishes The Taiwan US partnership is strong and full of promise I look forward to following our friendship based on our many shared values and interests 也就是说 谢谢蓬佩奥爸爸 谢谢你的祝福 我相信呢 我们台湾和美国这个伙伴关系呢 是充满了希望的 我期待的 基于我们的共同价值观 还有利益呢 增进我们的友谊 蔡英文的这条推特呢 其实活得真像一条狗一样 蓬佩奥呢 稍微跟你说了一下祝福的话语 蔡英文呢 像狗一样的摇着尾巴 谢谢美国爸爸 谢谢蓬佩奥爸爸 所以呢 蔡英文这个所谓的总统啊 所谓的总统 真的是一个笑话 你以为现在美国爸爸 教你一身台湾总统啊 他就能带你进联合国吗 带不了的 他只是给你一个狗粮而已 别活得太自以为是了 好不好 好的 我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呢 在说这个主人和狗的关系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点赞 在评论区里面打卡留言 将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如果你喜欢我频道的话 也欢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